剛剛有個formate 這個formate你想說 老師那這怎麼出來的 怎麼知道呢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一般當然 坊間有一些什麼 Excel VBA的詞點 如果沒有 你手邊沒有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有個問號對不對 那問號呢 裡面假設你今天 希望知道說 某一個函數怎麼使用 上面就有搜尋 你可以搜尋一下 會有結果 或者是說你要完整去了解的話 這邊有個123 叫程式語言參考 程式語言參考裡面就有函數 也就是所有的函數都要在這裡 但是我覺得它分的不好 它沒有按照類別 比如說文字函數一類 日期時間函數一類 它沒有 它全部都混在一起 有沒有 它這邊A到C 那我怎麼知道哪一個在哪裡呢 除非說我本來已經知道 有一個叫formate 所以我往下找 會有一個叫formate函數 有沒有formate函數 如果我如果不知道的話 它有一個方法 比如說你知道大概需要的需求是格式化 你可以打一個格 大概格式化吧 在前提是你要已經知道大概這關鍵字 然後函數 它也可以讓你秀出說是類似的 這個這個函數formate 有相關的範例 那這個範例當然很清楚啦 就是說怎麼去做 比如說你要格式化什麼 格式化一個日期 成什麼什麼格式 比如說這個後面的話 它會 假設類似長這樣子 那你就是用這種格式 那你就是用這種格式 如果你要長這樣子 那你就用這種格式 其實這個範例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提供給你做一些些的參考 如果有一些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在裡面找一下 其實它也有一些說明 不過這個說明檔畢竟是官方的 它有的時候其實還是沒有講得非常的清楚啦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恐怕其他地方當然可能要找一些其他的資源 有些書裡面其實整理的也還不錯啦 那這個大家就輔助一下 要不然的話 實際上就是用用看 有的時候我也可能不太 我大概知道這個函數怎麼使用 但是有的時候我就直接拿來用看看 那裡面也會顯示出來一些回傳的東西啦 那這個我想慢慢的陸陸續續 再跟各位做說明 所以如果說 以後 像我以前學習函數的時候 那我的方法可能沒有很聰明啦 我是怎麼樣 我是把每個函數都打開來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從頭看到尾 雖然我可能暫時用不到 但是至少我知道說 裡面有哪些函數 那如果將來我會用到的時候 那我就比較知道說去哪邊找了 OK 那大概有這些方法啦 要不然就去買一些什麼有關 VBA相關函數方面的書籍來看看 OK 好像奇標有一本 好像編的還不錯啦 但是很厚一本啦 應該你們去隔壁街上看一看吧 因為這東西其實真的還蠻花時間的 那我是因為興趣的關係啦 那個物件通通在這裡 不過你也不要被嚇到啦 因為大部分其實用不太到 再不然你就是在這邊搜尋一下 比如Range物件 你就打一個Range 比如剛剛有一個Range對不對 你打一個Range Range Enter一下 它也會跳出來Range物件在這裡 那其實物件要怎麼了解 其實物件不外乎就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它的成員 成員主要兩個 一個是它的屬性 一個是它的方法 其實如果說你了解它的屬性跟方法 你大概就已經徹底了解它能做什麼 那什麼叫方法 方法就是它的一個動作 有點像它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它要什麼呢 自動調整欄寬就AutoFits 然後等等的 那清除資料就Clear 那如果你以後清除 當然不一定塞空置出來 你點Clear也可以啦 那清除還有分成什麼 清除所有東西 還有清除Content 這個Commerce 這個就是裡面的註解 Contents就是裡面的資料 內容 Format等等 裡面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要徹底了解一個 這個物件怎麼使用啊 大概看一下大概就知道 也不用背啦 反正你大概run一下 大概知道 以後呢 再去裡面找就可以了 另外第二個就是屬性 什麼叫屬性 一般指的就是